Hello 大家好 我是飘雪 视频的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朋友在问现在去美国好不好 不好 我告诉你 不好 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来美国 真的 美国现在非常卷卷的不得了 特别是纽约这个大城市更卷 如果你在国内生活的还可以 一个月能挣7000 8000 万百块的人 千万千万不要放弃你们的工作 不要想要来美国 因为现在美国工作不好找 即使你找到了一个月也就赚这么点钱 七八千或者是万把块钱 没有必要跑得那么远 到了国外来受罪 真的 今年来的人太多太多了 而且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有的人在这边一两个月都找不到工作 然后回去了 回去了也很多 只是他们不敢讲 不好意思说出来他们回去了 其实回去的也很多 然后找不到工作的也很多 然后很多人来了 他吃不了苦你知道吗 美国的苦不是大家能想象的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你说一下 然后工资再赚这么一点点 你想一想一下有必要吗 真的没必要来美国 美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真的 你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没有一记之长 如果你这边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千万不要来 如果有亲戚朋友的话 你还有地方投靠 现在一般的请工人的话 就是亲戚朋友介绍 真的 美国有多少像我们这种家庭店的人 家庭店是不可能去请身手打闸 或是什么的 一般都是不会请打闸 也不会请洗碗工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问 哎呀 飘选你店里又要不要洗碗工 哎呀 飘选你店里要不要打闸呀 像我们这种店都不会请打闸 也不会请洗碗工 因为外卖餐馆的话 是不洗碗的 就是一次性的 所以说也不会请洗碗工 再说打闸的话 我们外卖餐馆 一般都不请打闸的 因为生意不是很好 不是赚很多钱 所以不会请打闸 请打闸的话 一个月也要好几千 一般我们都是送餐兼打闸 这种店都是这样的 家庭店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但凡在国内生活的还可以 千万千万不要想着出国 至少这一年两年 这两三年内 美国是很卷很卷 不要来 千万不要来 真的 直播间里面啊 天天都有朋友在问 飘雪 你们那边要不要人啊 飘雪 我去你那边打工好不好 飘雪 我去你那边洗碗 怎么样 不是 不是说我 我们这个店就这么大呀 我不可能 容纳一下这么多人 对吧 我们这个也是小店 所以说呢 你说要来我店里三毛 我很开心 但是实在是抱歉 真的 容不下 美好的一天 从一杯咖啡开始 喝了咖啡心情美美的哦 香蓬蓬的 美好的一天 从咖啡开始 每天早上来一杯 喝上瘾了都多 你们喜欢喝咖啡吗 阿牛是每天都要喝的 阿牛这是喝上瘾了 那是每天都要喝 我还好 我也不喝也可以 喝也可以 我们来了 大蒜没换呢 大蒜辣椒 OK 来 倒 倒进来 来 点点水 太干了 对 先拿一条根盐 来 放点盐 加一条根 不要放糖 不要放糖 那包菜本身就很甜 你放糖了 等一下 我要加蚝油 像不像以前在食堂里面炒了个大锅菜 大锅 好包菜火一定要大 火大才好吃 骨油双腔老太婆 我小的时候人家的问号就是双腔老太婆 知道为什么人家叫我双腔老太婆小的时候 我想说好来玩木头枪 玩木头枪 然后做了两把枪跌在腰上 看那个电视看的 以前那个双腔老太婆看的 然后驴驴拉了两根木头枪跌在腰上 所以他们起个双腔老太婆 待会儿 外号 差不多了 肥子锅了 不错 好吃 起锅拿个大碗 炒菜上面了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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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苗了 4.99元也便宜 豆苗没有栽 会肥色的 您要煮菜 煮菜便宜 煮菜 头尾栽 没东西 放入蒜 放入辣椒干 放入木耳朵 放入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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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盐 那扁豆不用放糖 本身它就比较甜 放一点点蚝油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我找你了 你嗆我吗 我没看 没看他炒了 炒了炒两个过去 怎么样 点到炒末炒猪肉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 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爱你们哦 拜拜 拜拜